到这里是天上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的案例 长色来看 肤质盈润 气血通 气云才能够通 这个手心来看是 长长指长 是水行手 水行手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个性的比较温柔 偏敏感 富有艺术气息 比较喜欢安静舒适的环境 这都是这个女人手的一种特点 水行手的一种特点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俗话说 食指尖尖能想清闲 指头尖尖的人 手如竹笋的女人 能想清闲 清闲富贵命 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手指的形态 尤其我们注意到 食指还是非常的修长饱满 跟兄弟姊妹的缘分非常的深厚 甚至婚后 也会跟兄弟姊妹之间 互帮互助 甚至会有一些雇娘家人 那么四指言丝合缝 能守才爱管家 婚后也是一个持家有道的人 只是小指还是稍短了一些 跟子女晚辈缘分稍浅 有一些影响晚年的运势 或许我们在门路当中 也会讲到这一点 掌球来看 食指根部的训工 非常的饱满开阔 这个是 是这个正裁位 说明正裁还是比较旺的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并且呢 食指也是沐星秋的这个位置 沐星秋饱满高龙的人 做事自信有活力 而且这个训工还是建议 这个短 短线交叉行政的口字文呢 即使是在正裁本职工作 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 也会起到一个忽悠的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极强的符号 那么虎口火星秋也不弱啊 虎口火星秋饱满的人呢 这个面对困难是迎难而上啊 游泳期面对挑战 加上这个脑线呢 非常的长啊 脑线长 甚至划过整个掌面呢 人也是非常聪明 很有谋略啊 所以说是个游泳有谋制人呢 容易在团队和职场当中的脱颖而出 这是虎口火星秋 我们看这个金星秋呢 也不弱啊 体质加精力充倍 运势根基还是不错的 只是呢 月秋还是稍弱了一些啊 做事呢 还是偏稳重 务实啊 偏这个现实一点 不会说是有一些 这个虚头巴脑的一些 这个虚无缥缈的想象 或者是挨幻想的这种特点啊 这个是非常务实的一种特点 小指根部水星秋啊 也是非常的饱满 说明了口才家啊 这个沟通的强 能够靠口吃清松饭呢 钱财文也是布满的水星秋啊 这个也说明了 在这个商业和金钱方面呢 嗅觉比较灵敏 我们来看这个纹路 纹路来看呢 这个生命线初期呢 还是建一些上升线了 上升线 说明了头脑聪明灵活 天资聪颖 只是呢 我们注意到 从这个13到啊 13到15岁左右呢 建这个大导文啊 这个导文之间呢 还有横文穿过 这个期间呢 是有一些生病住院的经历啊 成年之后呢 生命线导文消失 逐渐的变得深刻啊 成年后体质增强 运势也会增强 那么分离住还是建导文呢 分离住呢 是代表资深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呢 也是建一些坎壳和动荡 会吃一些苦头啊 当然也是人生经验 和能力的一种积累啊 那么从六年看 基本22岁左右呢 基本适应啊 慢慢22到25岁左右左右呢 慢慢的适应的社会和职场啊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这个适应能力非常强 但是呢 这个阶段呢 又建了一条亲密关系线 延伸出来啊 亲密关系线 建了横文的干扰 有一段偏远的干扰啊 那么结合脑线同期 也出现一个导文啊 这个也是认认真真啊 投入很多 谈了谈过一次恋爱 但是呢 以失败高中啊 是一种对自身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 容易犯情伤啊 脑线不但反映出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建导文的话 也能够看出心理状态的波动啊 这个感恩线前期的杂文干扰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呢 这个邪文刺入啊 所以说情怒还是有一些坎坷和动荡啊 本身呢 水行人啊 也是偏桃花旺的体制 再加上这个金星球底部 更功呢 建魅力线呢 更加说明如此 在情怒有一些动荡和坎坷 那么事业线呢 从这个生命线本体延伸出来 说明呢 在事业方面呢 还是能够想到原生家庭的助力啊 甚至是兄弟姊妹的这个帮助 包括呢 月球也来了一条这个事业线 双事业线加持啊 在事业方面是多路发展 精彩门路广 甚至有副业发展的机会啊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这个特点 但是呢 这个事业心偏强啊 这个有一些 在注意这个身体素质的保养啊 因为这个中年阶段呢 还是建一些小的锁链文 这个中年 这个最要劲的阶段呢 上有老下有小 成家立业之后 成家立业的这个阶段啊 从留年看 在30到48岁左右 这个阶段呢 是建一些小的横门干扰 注意劳逸结合啊 这个是有一些小病侵入 但是在因缘方面呢 注意到啊 这个即使到了婚后呢 也会建一些小的这种啊 浅浅的亲密关系线啊 这个注意是 有一些偏缘的干扰啊 容易影响到婚姻的稳定 那么关于财运方面 我们注意到财运线还是成型啊 但是有些弯曲和断续啊 延伸到中指啊 这个小指根部腿 这个水星丘 财运方面正财呢 还是建一些动荡和起伏啊 虽然说是有多路进财啊 副业发展的可能 但是呢 这个还是建一些 包括事业线也建一些断续啊 这个其实可以对应到 从这个生命线啊 中年呢 阶段的有一个横门穿过啊 这个中年呢 事业还是遇到一些瓶颈啊 需要这个去啊 调整心态啊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整个啊 人的一种运势来讲 我们说向游新生啊 心态非常的好 自信有活力啊 心态保持比较稳定啊 除了这个犯情伤影响一下 这个心理素质 心理这个状态之外呢 基本上后期呢 会保持一个稳定的冷静的啊 这个心态和成熟的一种特质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脑线有一些太长啊 凡事过犹不及 横跨整个掌面啊 有的时候呢 会聪明反备 聪明误啊 甚至有一些弄巧成竹啊 注意这个 这方面呢 要懂得收敛和 不要太过漏风嘛 否则容易犯小人 容易事业受阻 这是整体的一个首要分析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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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